南投立委补选结果傍晚揭晓 选前两党高层全力补选 也形同宣告2024总统大选正式开打 传出新北市党后一备战选总统 已经开始寻觅复守 开出三大条件 必须是女性专业 具有留美相关经历 外界认为党内的李贵敏 柯知恩呼声都很高 有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角色 大家办理不一样的角色 好好为国为民努力做事 而民进党在去年底 九合一败选后 赖清德几乎已定于一尊 预料将代表民进党出马 角逐总统大位 绿营预计将在4月12号 公告提名人选 反观国民党6、7月才会提名 有栏尾认为恐怕等到花都谢了 最强母鸡恐错失赏位棋 今天南投补选结束之后 国民党应该尽速加速地 来推出总统候选人 拖太久的话 很多的支持者会非常的焦虑 未来他的接班的人选 不管是现在的副市长刘和然 或者传闻中的江启臣 必须要超前部署 而不是最后用抓虾的方式 有人分析侯如仪这一点能击溃绿营 但必须要坦率尽早表态才行 随着对方阵营瞄准总统大位 展开布局蓄势待发 国民党内显见不同声音 侯仪恐怕不能再一味地 好好做事 记者张老鹏 彭丽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